歡迎在地新聞 讓來鄉親我們繼續來看 今年的八月十四 廟了一個努力士 讓一台沖紅頂的鴨賣拋車來撞到 經過兩禮拜的春秋 也是選過失望 這個撞死人的家屬 事後還在社群民體法文中 一隻就說 要把撞海區的車拿去電纜 一隻又說自己的技術很好 才沒有當中給我們撞死 甚至讓醫生的時候 還要逼出到本仔的手勢 他的背部說這個 耗塞的精神不穩定 但是檢察官認為 問佩洛的時候是真正上 所以不跟上精神感動 是用公共避險 滴死罪來起訴 現時是去年以上 也只是無期途行 而且見車就發官打掌聲 留人家帶車被撞背出去 他嘴到偏向有出血 不知道人 讓人送去便宜 請求 調查該車以高速 闖紅燈撞擊機車 於造詞前沿路有闖紅燈及 入口倒車等危險 駕車行為 塞拋車的就是在IG車 文中 有在部長 但時中後來他又在台南 街路 塞進行的 生亡的十步人 真正因為危險 加速比上班 那一天早上 他還在IG車說 在發生車後後 連續發四十幾片 韓式動態 說對方只是頭部 中心而已 無所謂要緊 說難不是他救的 這個車基本上是英文的十步人 如果車不是一塞 兩人都會死 還根本身像你說 要將這個都要去的車 他關係不出去電纜 發生車後的時 又心情欺騎 去那個 廣工玻璃那邊 然後這樣子畫著 很帥的 然後就帥帥 就這樣自拍 整個人都快崩潰了 一個好好的家庭 這樣給他這樣搞下去 比亞人要賣 看到 憲慌的文中 協助不住 憲慌的背後 表示說 他們兒子的 情形狀況不穩定 沒有定視感 沒辦法 這個救醫 後面會找時間過去 對對對 我們會 未必責任 那知道這樣為什麼 還讓我開車 比亞人就算 專告拿到中間便宜 竟然兩禮拜也是救不完 現在不太想講到他們 完全沒有 沒有來看他 一次都沒有嗎 沒有 廟裡地檢室 調查後 人家說 社會的十部人 在出電話 看守時 狀況都很正常 所以說 沒什麼情形感 竟然控制 說 他沒接交通發令 所以他才有 公共危險 第四罪責起訴 那陳曼甲官也認為 這個業姓被告 長期漠視交通法規 造成其他用路人 安全上面的危害 所以建勤法院 重重量刑 發展的興趣是 無期逗刑 或是新年以上 有期逗刑 檢宏見車歡迎 報告